新教宗方濟,倉簡博,新世代 香港時間昨天凌晨2時,梵帝剛西斯丁教堂舞出白煙 經過五名投票,115名書記就選出第266項教宗 76歲阿根廷書記貝爾郭利奧,取名方濟 他步出聖伯多六大教堂的露台,向墓宇等後的信徒打招呼 有人激動落淚,滅到有人跪地祈禱 放濟發表演說也不忘幽默,講笑話書機們似乎要找到世界盡頭才選出教宗 他為榮優教宗和教會祈禱,之後就坐巴士赴晚宴 下星期二正式在聖伯多禄廣場就職 方濟在1300年以來首位非歐洲人教宗 並都是歷年來首位南美洲人和耶穌會出身的教宗 外界都說這是標誌著教廷的權力,由歐洲舊世界轉向新世界 雖然他在阿根廷出生,但父母都是意大利人 少年時代非暴受到感染,要撤走一邊廢 不過仍然沒有影響他叫做神職人員的決心 讀完書就加入耶穌會,另一年晉升書機 試過親自為12個愛知病人洗腳,令不少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他喜歡身體力行幫窮人 日常生活簡胖,經常乘巴士 而且有書機關不住,簡住簡陋的公寓 他也很貫徹教會立場,反對安樂死,同性婚姻等 被視為保守派 如果政府有不足,他也會帶頭反對 坊間就認為他武實的性格是和他出生在多窮人的阿根廷有關 外界還說他成為新教中 正正反映了拉美和非洲天主教的新勢力 只不過,蘭馬天主教目前千瘡百孔 教會聲譽長期受到戀和醜聞影響 同性婚姻和中凡見交等問題 全部都非常棘手,相信對他來說也是重大的挑戰 運動作為日常生活雅立 今明月八道時花 二十月日常生活雅立